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令 拿箱 我们到庙里面拿箱拜拜 很多人就直接 他们会用 左手拿箱 因为庙方跟你讲 左手拿箱 他是比较正确的拿法 但是实际上 我们在拿箱的时候 请你记得是右手拿箱 在我们进一个庙里面拜拜 我们不知道这个庙里面是不是有干净的 不干净的这一种的灵体 很多人去庙拜拜 回家就卡阴了 很多 这时候你要学会保护自己 你要用右手拿箱 右手拿箱 在拜的时候 左手在前 这样子可以保护 不会受邪气的影响 你假如是用左手拿箱的话 就达不到保护你的这一种的作用 所以各位请你记得 我们尽妙拜拜是右手拿箱 你不要说前不前程 神明才不会管你这种东西 你拿箱跟他拜他就开心了 还管说一定要用左手 没有了 用右手学会保护自己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况报老师点个账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